各位標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鏡頭前面的一隻 今天第四隻推介 上星期我的同事找到 有個Supplier有兩隻 這隻停了鏟也是很HOT的 舊裝五仔盾牌 Sport的系列 豬仔就趕快拿回來 直到今天才有時間介紹給大家 這隻就是一隻 前一陣子 我介紹了一隻Spinnaker 50層圈 其實在較早之前 精工已經有這個水晶錶圈 當然跟50層那款有少少不同 但它也是一個很亮的 Hotless 水晶玻璃圈 這隻錶就採用了Hotless 水晶玻璃圈 錶面做了拱形的玻璃圈 旁邊做了一條車邊 特鏡的車邊 變得很有立體感 再加上最大的特色 就是這隻錶用了Hotless 水晶錶圈 遠遠看 好像有陶瓷圈 很明顯 它的錶圈很閃 有別於不鏽鋼圈 或者雷片圈 這個水晶外圈很漂亮 好 另外就是五仔盾牌 舊裝舊logo 如果舊裝舊logo 有大錶徑 現在非常之少 市面一定是賣一隻少一隻 因為是停產款 42M的錶徑 這個錶是採用了7S36的機芯 全自動機械機芯 沒有得手上鏈 一個雙日力的機芯 星期加日力槍 放在三點位置 做了黑底白字的日力槍 也有一條銀色的金屬邊框 你看到 拉近一點 一起看看細節位 你看到它做了 調子黑道指釘 做了特指指釘 100M自動機器 自動機器 7S36機芯 就是23石 我們再留意一下 細節位 就是 除了一塊玻璃 提前豬仔說過 它做了一個突鏡 旁邊做了車邊 打側體有層次感 拱形拱拱地 那塊玻璃之外 它針和這個 Hutness的水晶Biase圈 中間做了一條銀色金屬邊線 看到這個位置 有一條銀色金屬邊線 這條銀色金屬邊線 做了光針 做了拋光的處理 變了更加立體 更加豐富 整個層次感會更加好 好了 再看我們那個 錶殼的側邊部分 做了一個Basso的九牙圈打磨 這個九牙圈的粒特坑 打磨跟我們平常見到的不同 五仔真的有很多花神 跟Spinnaker一樣 那些錶圈 Basso的外圈 都是完全不同 打磨造工 錶腳位置做了拉絲不鏽鋼 延伸的側邊部分做了炮鋼 光身處理 錶帶方面也是 舊裝五仔 很多時候都用鋼片帶 如果有些錶迷 光顧豬仔都知道 這條就用了實心鋼帶 實心鋼帶 這條錶帶也挺紮實的 拉絲選了炮鋼 拉絲選了炮鋼 好了 錶扣位置值得賺 四個洞 三個眉條位 做了一個Double Push的錶扣 上面是SEICO的logo 看看摺碟式的錶扣 打開做了光身的薄橋 再看看錶底 錶底做了一個螺旋式鎖的透視底蓋 這個底蓋是 有塊膠膜在這裏 是7S 36C的機心 寫著23石 不手鋼 Water Resist是10個BAR 很多時候舊裝精工 都是做3ATM和5ATM防水 這隻就做了10個BAR 100米的防水 鋼板 老實說做了一些金屬處理 拉絲花紋 沒有做太多的彈膜 始終是一隻入門級的SEICO 還有舊裝 做了透底 我挺欣賞整隻錶的做法 因為我尤其是很喜歡BASOL的圈 水晶玻璃圈的感覺是被人高檔似的 包括了手上這隻黑色的黑水櫃 其實呢 如果買這些 這麼經典的物料 例如Hutnas的水晶錶圈 那麼經典的物料 我會選擇 黑色的 為什麼呢 我會選擇最偶爾的顏色 因為過了10年20年看 都不會過時 黑狀銀色是最標準的顏色 如果你選擇冰藍色 或者選擇其他顏色 有機會呢 就是過了不流行的時候 就是 拿出來就沒有了潮流 但是銀黑色的配搭 最原本的黑水櫃 我相信那麼多年 10年20年都好 都是一樣那麼流行的 好了 整隻錶的總重量幾重 試一試磅給大家看 重量方面呢 就去到168個gram 168個gram 逢過到150個gram的潛水款錶 都有些手感 那麼 夜光方面 看看 時分針加上秒針加上 黑度前的點點 都有夜光 夜光都很光亮 很光亮的 非常的帥 夜光 好了 接著呢 我們先看看錶的 剪掉了標關之後 沒有停秒功能的 7S是機心 沒有停秒功能 那麼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好 教待6點多鐘款的位置 半格 我們教星期的力槍 半格 我們向下轉動 教星期 一格一格 一格一格 教英文就跳英文 教西班牙文就跳西班牙文 向上轉動 教入力 好 教完完之後 按下去一個拉推管 100M防水就做了拉推管 最後呢 我試一下拉近鏡頭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Hardness的水晶標圈 很漂亮 很靈性 有一點啫喱感覺 這個Basol的外圈 好了 標徑方面呢 就是 42M的標徑 42M的標徑 42M的 厚度方面呢 就是 13.9mm的厚度 13.9mm的厚度 Luck to luck 就去到47mm 好了 那我試一下 戴上珠仔14.8mm的手腕 好 戴上珠仔14.8mm的手腕 42M的標徑都屬於大標徑 如果在舊裝的精工來說 很多時候都是小標徑 要買到舊裝精工五仔盾牌的標 其實市面上也不是每間標店 加上要找到大樁大直徑的 去到42M標徑更加之少 再加上有一個 Basol的水晶 Hardness的水晶 Basol圈更加更加之少 如果你看完 珠仔這條片 喜歡的你 要盡快找珠仔 因為珠仔只有兩隻 沒有多的 就是停產款 都是那句 買一隻 少一隻 好了 珠仔推介 多少錢呢 一千八百 一千八百 一百零零 一千八百 一千八百 喜歡這隻標的標迷 可以WhatsApp給我 也可以 打給我 只有兩隻 有吊牌 說明書 保養證 做一年保養給大家 有標盒 好 喜歡這條片的標迷 記得給個讚 珠仔 珠仔需要你們支持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很漂亮的九額坑 還有一個一百二十克的 單向色的潛水標圈 轉到手感也很好 你叫我單手轉動 其實都很順滑的 比較響聲 比較響一點 喜歡這條片的你 就盡快找我 心動的你 立刻行動 不要想太久 因為這些停產款 過了就真的 未必找得回 我們下集見 拜拜